我們想量度磁場的大小 譬如這個磁石 四周圍磁場的大小 又或者這一組的線圈 當我們通過直流電之後 裏面應該有一個磁場 裏面磁場的強弱究竟是多少呢 這個時候我們會用到這個 Hopop來量度 最主要就是這個 Pub這個 最盡這個位置是有一些半導體 假若有磁場經過這個半導體的時候 由於有電流的緣故 在這個位置 黃色這兩個插位 就會形成一個Hall Voltage 而這兩個位置 我們就會駁去一個電壓計 量度它的電壓 由於電壓的大小 和磁場的大小是成正比 所以我們就能夠利用這個Hall Voltage 來量度磁場的強弱 這個就是一個萬用錶 我們可以把它駁去黃色的插位 量度它的電壓 當我們開啟了這個電源之後 由於我們駁去直流電 所以裏面有一個電流 是一個直流電 裏面就有一個磁場 我們把這個Hall Voltage 放在這個線圈的中間 我們見到這裡有一個數值 0.6 意思是磁場的強弱就是0.6個單位 同樣我們把這個Hall Voltage 拉出少少 看看磁場強些還是弱些 我們發覺磁場的數值是0.4個單位 即是弱了 我又利用這個Hall Voltage 量度磁場的強弱 大家留意 其實當我們沒有開啟這個電源的時候 我們仍然會在這個萬用錶上面 發現有0.1的毒素 其實這個毒素是由於地球磁場熱 所以這個電流製造出來的磁場 我們就需要減回0.1 才是這個電流製造出來的磁場的強度 又或者我們可以調校這個Z0這個位 我們定0.位 調校一下 當我們扭動這個時候 就可以將0.1變回0.0 來量度